今天我们要做限量酸奶 就不加一滴水 我买特别好的菌 两个都加热上 把牛奶煮熟 看着把这个牛奶都给它烧开的 煮熟晾凉 现在糊锅了 不能有糊味 每次我们做酸奶 我家孩子一自然就得喝个五六盒 自己熬的酸奶是一点水都不放的 而且它这个甜度就可以自己来掌握 每次实在是太麻烦了 又得熬 只要它灌装好就省事儿了 牛奶熬的冒泡 就不要开了 放这儿的牛奶 一层奶皮 一层奶皮 就是黄油 其实这些都已经在提炼完黄油 但是它还有一层 好香 这个做出来的酸奶 牛奶凉了放适量的均粉 放均粉的时候也要等奶凉 再放酸奶 熬手就关在小瓶里 有两种高度 这种就是本地人吃 这种可以 可以发的 发也发不走 人家都没吃 我的队上军了 没想吃了 我们的酸奶 进锅了 看 老板这儿 酸奶已经到了冷藏的阶段 进锅了一天的时间 看看 这酸奶等等的 品尝一下我的劳动结果 看 这里边 一层奶酱 等红的 粘稠的酸奶 一层奶皮子 嘎嘎香 太好喝了 但这种我们没有防补鸡 估计已经放了四五天 干嘛呀 趁 趁凉喝 好香 对方那股 黄油的香味 一点水被堆 就完全不需要什么凝固鸡的酸奶 嘎嘎粘稠 拿着酸奶拌上什么 燕拌上的那没肥料 太好了 太香 真的就是奶香奶香的那种 跟一般那种就是卖的那种酸奶 它的那种香味不一样 它那种是跟香精的那种香 咱这种香就是纯的奶香味 要得超市最少十来块钱 这一大盒 剩下一大盒喝不动的 它是那么有 Dziękuję 这对 如果你 谢谢观看